我想罷免當然是人民的權利 但是一切都要依法進行 尤其是錢的問題 最近才有民眾黨的亂帳風雲 難道基隆的罷免行動 又變成是少數人違法募款的亂帳門之一嗎 我們知道這一次的罷良團體 是以基隆青年陣線協會 在折折募支平台來進行募款 這一個協會是一個社團法人 社會團體是協會 他的設立目的是文化跟青年活動 所以用來進行政治募款 已經是掛羊頭賣狗肉了 除了他不能進行政治現金募款以外 他也不能進行政治募款 這樣已經違反了協會的設立章程跟募地 也違反了人團法 整個募款的行動可以說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大家試想一個以青年為名 號稱是做社區營造跟文化而成立的協會 現在居然假借罷免的這個名義去進行募款 而且募得巨額700多萬 至今在網路上或臉書上都沒有公開帳戶的明細 而根據折折平台上面我們看到他們的預算估計 原本他們告訴網友的預算估計是需要兩三百萬 結果現在募到七百多萬 請問多的四百萬現在到哪裡去了 民眾黨現在已經有一個亂帳風雲了 資隆的霸良行動是不是又成為另外一個亂帳風雲 是不是又一個木可門呢 我想潘律師在六月初的時候就直接跟內政部還有監察院 直接就這個所謂的這個青年陣線協會 是不是有違法都受這個所謂的這個政治獻金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違法的在網路上去做一個募款這樣的一個情況 做出了所謂的詢問跟糾局 那內政部馬上就回函了 內政部在六月二十一號就是我們葉勤元 醫師手上這一份文件 內政部馬上就回函告知就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是違法的 那請問監察院從六月到現在 為什麼該處理沒有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不只是陳情 我們也是來提醒監察委員們 這次霸良團體在折折上面 募款七百多萬元 並沒有透過內政部的這樣的一個申請 也並沒有接受所謂的這個罷免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用這樣的一個理由做出申請 而是直接在折折的這樣的一個平台上面 用一個政治行動為名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募款的部分 我想在他們自己的團體裡面 他們也提到 他說選罷法是定止直接募款的 那之前的所有的罷免案都有政黨跟協會協助開設專戶 但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募款 我想這個是執法犯法最好的證據 請 Mystic 少傭 等等 罷免 你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